因客家委员会所推行的课语认证考试 全面采用线上测验 吉安乡公所贴心地将课程结合数位教学 透过云端以及电脑模拟测试等学习的方式 让考试更easy,学员更放心 乡长游淑珍在考前也特别前往关心和打气 同时颁发了全勤奖 预祝所有的学员可以通过认证金榜提名 吉安乡长游淑珍表示 课语认证改用线上考试之后 许多不熟悉3C设备的长者为此不敢报名考试 为了增进认证课程的学习成效 吉安乡公所第一次结合了数位设备 让长辈在课程当中可以熟悉操作电脑 更多学一项技能 今年是我们吉安乡客家初级中高认证的 这样的一个学习的初级的认证班结业的典礼 那我们看到了大家学习满满 而且信心十足就要来准备考试了 我们也希望今年在初级认证的35名 以及中高级认证的25名 总共60名满额的状况之下 都能够带来好的成绩 那当然我们每年都会献上满满的祝福 会亲自的来颁奖 跟我们的非常温馨的礼物 送给我们认真学习的每一个学员 通过的每一位的孩子 跟我们的这个共学的同学们一起 那我们看到了有夫妻共学 祖孙共学 刚刚也看到了我们七八十岁的这个大哥哥大姐姐 他们说语言不是问题 但是电脑操作是问题 所以今天特别拉来我们节安国小的电脑教室 让他们在考试前做充分的预习的练习 也让他们准备好了 让他们可以续次待发的 完成他们的学习的一个成绩 今年度节安乡开设初中高级认证班 报名人数满而60位 不仅有祖孙亲子还有夫妻来共学 参与认证人数是去年同期的1.6倍 香港游淑珍也颁发了全勤奖 祝福所有的学员都可以顺利考照成功 而今年科与认证班还特别商界了 吉安国小电脑教室进行模拟考试的情境演练 科与新传师细心的为学员来解说考试提醒 包括了听力测验 口语表达 还有阅读测验等三大项 协助学员可以熟悉电脑操作 希望大家在正式考试的时候可以更容易上手 借队会既然相报道